歡迎來到齊凱的新聞現場 阿扁啊到底在等說有誰害他他要出來看 今天立法院議論紛紛啊 民進黨立院黨團的幹事長李靖立怎麼說 他說他講的就是馬英九啊 還有蔡索信等一頭腹的人 蔡王怎麼說就是司法黑手 所以特徵主委出來說 特徵主是依法在行事不可能存心害人 邱毅說可能就是我 最妙的有國民黨立法院怎麼說 他說要怪怪誰啊就是吳淑貞嘛 到底是哪一個人阿扁在等著找哪一個人 陳水扁的主觀上一定會認定 馬英九是他害他的人 因為馬英九政黨倫敵選上總統 所以瑞士代表處壓不住 瑞士司法當局那一封函 然後調查局的這個局長會被換 所以調查局壓他洗錢案也壓不住啦 所以一切都馬英九害的 然後這個司法單位 要調查這個案子也不會害怕 因為總統叫馬英九不是謝長廷或者是陳水扁 所以比較能夠願意的積極來辦事情 然後這個法官呢 蔡索遜在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怎麼傳信吳淑貞 不來就是不來 然後要跟陳水扁要文件 怎麼拿都拿不到 如果民進黨人當總統的話 我想情形也改變改善不了多少 但是因為換了馬英九了以後 總統府的資料拿得到 瑞士的當局資料拿得到 調查局也掩蓋不住他的犯罪的證據 所以當然他心目中會覺得 只有馬英九夠格讓他恨 夠格讓他列為報應的對象 不過我想其他類的都是在他心目中 大概都分量不會那麼重 可是最真應該說最貼切就是吳淑貞 可是他又捨不得 因為畢竟是他老婆嘛 從客觀來講是吳淑貞害他最慘是沒有話 但是放心我要跟那個阿扁兄講 馬英九跟吳淑貞都不會得到什麼報應 因為吳淑貞也不會判罪也不會入獄 明朗會過得很好 然後包括你的兒子雖然已經認罪了 但是你的兒子會享受到你們家貪污的財產 一輩子榮華富貴 所以阿扁兄會受到報應只剩下你一個 所以好好檢討自己 蔡文在講的是政黨輪替 那不是有怪馬英九嗎 那可能謝長廷要負一分的責任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第一名害他自己的人 害他是誰呢 第一名是他自己 他現在已經報應了 第二名是什麼 我是認為是綠的支持者 綠的支持者 從一開始就縱容他 難道他拿錢從當總統就開始嗎 從當市長的時候就開始 第二名知道不知道 也知道 也在蒐證 我那次蒐證他的時候阿 清水妝案 水就是指陳水扁 那次蒐證失敗 郵清跟陳水扁 郵清我成功了 成功一半 但是陳水扁的部分 我蒐證失敗 為什麼 因為科技器材出了問題 我們用的電壓是110的 結果那個飯店的電壓是375的 歐洲系統的 所以我們所有的蒐證器材 全部燒壞了 那第三名呢 是誰呢 應該排名是誰呢 政黨輪替 第四名才是他老婆 我覺得他老婆今天會這個樣子 也是他縱容出來的 所以地面還是他 不過大家要知道 這段時間還在對峙 阿扁這個案子 有太多人辦他的案子 也有很多的證人 他講這句話說 會不會有些人是 心裡是有恐懼的 今天 吳淑貞所引述的顯示啊 人性中的深層的欲望跟恐懼 在阿扁身上發酵 一個是重重危機 白蚁 爬滿身 一個是報應說 我來很簡單分析 我先講這個報應說 這顯示陳水美的內心狀態 充滿著嫉妒跟憎恨 用曼德拉的話說 叫心中之球 曼德拉他也關過了 他說要趕快讓自己超越 千萬不要繼續沉溺在這個 嫉妒跟恐懼 會腐蝕自己 所以曼德拉為什麼 要原諒政敵 原諒那些獄卒 他要超越 陳水美還沒有超越這個憎恨 第二點是西濟外力的介入 需要民進黨啦 台獨破的馬英九特色 那我分析這個 白蚁爬滿身 不知道是他的想像 我沒有無從知道 但是如果他讀過聖經的典故 他會嚇壞了 聖經裡面 你看那個耶穌亞啦 或者是耶利米這些先知 在譴責金王的時候 你全身會爬滿蟲 這是這種 古代的那個猶太人的隱喻 在耶穌這時代 一個活生生的 西濟王就是全身被蟲咬死 這電影就審限了 你看印第安娜 就是法貴騎兵 那個國王都被蟲滿 全身咬死 你不要嚇阿扁好不好 就是 好萊塢的電影導演 就把這個聖經的故事 應用在法貴騎兵嘛 你看那個領導者都被蟲咬死 所以不要再講了 我是用 我不是用神學的解釋說 很簡單 有殺蟲劑白蟻 就拿那個課章噴一噴就好了 更何況 讓H1N1來的多消毒 白鎖請多多消毒比較重要 這都是我們解讀 更重要的是 我們來期許 法治當局 回到DUE PROCESS 法律的基本面 我們用絕對的理性 有白蟻就消毒嘛 有報應說 聽聽就好 但是問題是 我們主政者 如如無動 不要被影響 你要丟到他挑撼你 但是 司法系統執政者 你是不是繼續按照法律程序的正義去做 這才是我們應該維護的 阿扁跟阿珍聽了胡大哥這樣講 會不會很緊張呢 現在更重要的是什麼 之前阿扁不喝水或者絕食 是苦鬥劑 今天講了一個很奇怪的 他說那個天氣變化 那個白蟻啊 爬得他滿身 弄到昨天晚上整個晚上沒有睡覺 別所設備真的這麼差嗎 我們請記者去追蹤一下 看李大主怎麼說 來 聽聽李大主的講法 他天氣的變化要下雨之前 他會有一些白蟻蟻飛出來 嗯哼 那很快就離去了 嗯哼 那再加上設防室有殺窗 嗯哼 那或許是有幾隻可能會 從那個殺窗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空隙啊 嗯 飛進去那是有可能的 那有沒有其他的收容人 有抱怨這樣類似的情形過 那倒是沒有 所以兩個重點啊 一個頂多有幾隻怎麼會爬滿身啊 因為身體很大耶 怎麼不可能 第二個其他人都沒有 為什麼阿扁會有呢 這個跟我小孩的時候的經驗一樣 這個下大雨之前啊 會很騎的走出來 而且這些牙的翅膀很快就掉了 狗水狗牙那個翅膀會掉 他翅膀掉了以後 有的時候會鋪到身上 你把它拌拌就好了嘛 我想阿扁的情況 就不過幾隻啦 三隻 五隻 十隻 他是爬滿身的全身 然後就把它拌走 就很煩啦 這沒有錯 但是把它誇大成說 爬滿全身 這是誇大之言啦 但是我覺得我們今天在這裡 不是去推論說 誰害了阿扁 讓阿扁處於今天的困境 而是在想阿扁那天講 詛咒那些話的時候 他心目中到底誰是 他認為害他的人 我覺得那個時候 講這句話的時候 阿扁老中有沒有一大串人 我覺得沒有 我比較同意蔡委員的講法 我兩天前就講了 他講這一句話 其實在講馬英九 只有一個啊 我覺得主要是一個 那你說蔡索遜是嗎 我覺得他心目中 蔡索遜他難恨之入骨 但蔡索遜只不過是 馬英九要害他的一個工具而已 我覺得還不至於 是他今天所講的話 但是阿扁講這句話 是很沒有格調的 因為就從憲鴻講的嘛 他只想到誰害他 從來沒想到他害過多少個 這第一點 還第二點呢 他會講報應 當然中信是說 是因為嫉妒啦 是因為憎恨啦 是因為憎恨啦 才會有報應 我覺得阿扁是一個迷信的人 要充滿迷信的人 會去拜那個什麼 陶螺牌 黃姓小子啦 會相信蔡上雞啦 相信怪異亂神的人 蔡紫勝 蔡紫勝 才會有報應 這兩個詞 不過我們至少今天 把他謊話拆穿嘛 這是苦肉記嗎 又講什麼前身都是白蚁 正確的說法 不應該是白蚁啊 因為以台北看守所的狀況 都是用鋼鐵跟水泥 作為主要的構造 木頭不多 沒有木頭的地方 是不可能有白蚁的 那個應該 正確的說法 應該是飛蚁 那飛蚁為什麼 他是在 一般來講 比較有草的地方 他看到有燈光的時候 因為外面下雨 有燈光了 他為了避雨 避離開潮濕的空氣 飛向有燈光 比較乾燥的地方 所以飛到家裡面來 或飛到那個監獄裡面去 還好我們今天 已經把他追清楚了 要不然阿扁的支持群眾 又說北手啊 我們什麼司法 又破壞他啦 不的確 最近幾天是有發生過 我有見過 我有見過幾隻這種飛蚁 然後的確 封閉了很好的冷氣房 他會從窗的小洞爬進來 的確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只不過我想 剛剛那個沈醫師講 對啦 那個要進來 也不會很大量 只有一部分 然後也許他睡覺了 掉到身上幾隻 可是那個感覺 會覺得整身苦 去家倫順啊 那個不舒服 喵喵啦 喵喵啦 那個阿扁感覺到不舒服的 這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理解 的確也有可能有發生 可是說爬滿身 他應該不至於像中信所講 聖經故事 那個類別啦 應該不是那個類別 這個他會把這個事情拿出來講 我覺得他的意志力 真的是已經非常脆弱 他想出來的心 其實是非常殷切 對啊包括今天阿貞勸他說 你就接受公社的辯護人 他講的是什麼 有本事就不敢把我弄出去啊 我覺得 剛剛神大老姐提到一個說阿扁很迷信 你知道說之前大概一兩個月前 南社的這鄭正育社長 他帶一個口訊給他 說他看阿扁之前呢 他找那個一個大師算過 說阿扁呢 六月絕對會翻身有沒有 可是以阿扁現在在炎壓兩個月 到七月 他的那個所謂的 六月要翻身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那個色線已經 已經失望了 如果阿扁真的很迷信的話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接近絕望 他六月講的是農曆啦 那也或許可以啊 多加也可以 可是那時候是講的是六月 因為之前也有人講五六月嘛 我想他這個應該是破滅了 那阿扁最近的那個報復說 我覺得他嘴上功夫很好 我們說功夫練得很好 但是嘴上功夫嘛 就像那個 過去他見這個吳淑貞的時候 他說 整齊齊齊好了 那個吳淑貞指一指喔 那個水他就喝了 那司馬最近寫一篇文章 司馬文武先生 他說阿扁 絕食就像那個戒菸一樣 每次都說要戒但是戒不掉 好幾次絕食給人家有這樣的經驗 至於那個說他的敵人 就是說他針對性是誰 我也同意兩位 就是我認為說 馬英九絕對是他頭號敵人 他所指涉的是這樣 那其他人就變成說 馬英九等同夥 大概是這種感覺的東西 好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民調 另外扁案可能有一個新的發展 今天台北地驗 又增加一位公社的辯護人 理由是什麼 他說這樣速度會比較快 搞不好阿扁的 真的6月7月有可能會出來喔 我們要討論我們要再回來